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五號積壓期滿一個月 北檢也送上滿月禮 北檢申請扣押金華城土地獲准 若是依法停工 台北市府就能避免國賠 台北市長蔣萬恩表示 將發函給法院詢問意見 對此北院尚未收到相關韓文 強調法院無權決定是否停工 隨著金華城土地遭扣押 檢方的下一步會鎖定柯文哲的 四千三百萬商辦大樓嗎 不只商辦大樓 簡連追柯文哲私账金流 不可公關公司捲入假帳案 萬一被查出有金流對價關係 不排除帳戶也會遭到檢方鎖定 那如果資金來源屬於這個不法利益 也就是說貪污治罪條例裡面 收匯的相關的對價 或者是這個是實際上是假買賣 那這個才會是查扣扣押的範圍 調查局北極站四號也低調提訓 柯文哲心腹李文宗繼續釐清政治獻金案 從金華城壁案 Z斗假帳案資金疑似緊密牽連 民眾黨能全身而退嗎 民眾黨很可能因為政治獻金案 跟金華城的壁案 導致整個被團滅 那我自己的推測是 現在有維京集團相關的人 捐給民眾黨政治獻金 不管是不是捐給柯文哲 時間點跟金額都非常巧妙 柯文哲一號不願出庭 檢方決定提訓改期 最快這週第五度提訓 陳佩琪身為柯文哲的大帳房 可能也將被惡賭約談 更是全案的關鍵拼圖 三零新聞正常區商運用A群小組 台北昌報報導 期待 民眾ら 要 谢谢大家